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成果是如何收获的 当别的小朋友还在天真玩耍时 他已经有了一番成果 靠着一点一滴努力累积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过程有多艰辛 不过这爱跳舞的基因 从小就埋在身体里 娜娜的爸爸小时候也热爱街舞 直到长大受伤才停止 就爸爸带他练啊 到处去练啊 所以他还很少待在家里 他还蛮坚持的 现在他陪着娜娜 从玩乐中跳出兴趣 成为人生志向 也成为娜娜最坚强的陪伴 虽然全家都举双手支持 但出国比赛的费用 还是让家里有些担心 如果要带他出国的话 我生意就只能平板 如果持续这样一直出国 负担不及 父母希望师父能有相关的奖学金 帮典忙 让娜娜未来能更无忧虑地 朝着奥运的目标努力 为国争光 华氏新闻镇又谦 薛松前萧宇秀吉隆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